該拍了拍了 該吃也吃了 讓我們繼續往下一個打卡景點 基隆和平島公園 位於基隆港港口的東側 用最少的人工設施 呈現大自然的美麗 裡面也擁有豐沛的生態資源和歷史痕跡 不過 這樣的地方有食材嗎 這裡是和平島 在北部基隆這邊是非常有名的 早期它的評價不是特別好 因為這邊都是垃圾 那近幾年呢 它把它整個非常非常漂亮 也變成一個很棒的觀光景點 那你可以從畫面上看到 海的這種所謂的海跟石頭 這種鬼斧神宮 旁邊有個特別的步道 但你在畫面上看到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沒有半個人 因為現在是東側經過很強 你看我偷懶七八糟就知道 沒有開放 但是在夏天觀光季節的時候呢 它平均來這邊是四五千人來 那麼多人 那麼多 但可以入圓的話大概七八百 如果下次開放的時候 來這邊觀光記得 把垃圾帶走 要帶走 對 然後這個地方來這邊拍拍照 感受一下這邊自然的風光 是很棒的 我們也是要感受的東西 真的 我們該感受一下什麼 我覺得天氣的肚子就餓了 天氣熱你也是喊餓啊 誰說要來這裡 我們來這邊去 你告訴他我們在哪裡 那個基隆這邊 基隆 就寫得那麼清楚 你為什麼自己人在前面 他穿應該是要穿在這樣 你轉過來 轉過來 他應該是要穿這個樣子 但是我想讓他知道說 我現在人在哪裡 所以我就趕過來穿 這樣比較清楚一點 對 我現在在河比島 冷不冷 今天太冷了 今天今年最冷的地方 沒有 對我來說還好 我比較 瞧不起是我們攝影師 對 因為我穿膠鞋 搞得跟防水一樣 但不重要 現在重要是 後面 很冷耶 這邊 來 媽媽 我下來 我下來 來 下去 從這裡嗎 這邊比較淺 從這邊走過去是不是 現在應該水的溫度在六 七度 從這裡 這邊是個沒有水 對不對 對 我們這邊下雨之後 沿著這樣走過去 應該是不會碰到水 這個時候 碰到水 應該會很冷 小心 應該會滑吧 有 不會滑 是不是 下來啊 這個東北季風 可不是鬧著玩的 直接讓我冷到破陰 正所謂有福同享 有難同當 還不趕快跟我一起來 感受一下海水的魅力 現在正逢退潮 蘭媽媽究竟叫我們來這裡 Send High Home 是要幹嘛呢 蘭媽媽我終於來了 來了 對啊 平常這麼冷的天氣來採啊 對啊 這個冷的時候才會長出來啊 我們現在採這是什麼 這個就是長虎苔啊 長什麼 長虎苔 你看 像那個長子一截一截的 有沒有 這麼長喔 對 這麼長 對 這個比較長 有的比較低 這生海藻嗎 對 海藻 就綠藻其中之一 對 你看看起來就還滿可口的 對 這個就是石純 這個做海藻 這個又不一樣 對 這個不一樣 比較寬的 對 比較寬的 不一樣 這個 你看 這個像那個 會不會鹹 當然是很鹹 鹹 鹹還好啦 鹹還好 有沙啦 不是沙 這沙很沙 這個有沙 這是什麼 這是長在這邊嗎 對啊 它本來就長在這邊嗎 對 所以我們叫做青菜 就是我們沒有 因為我們漁村 沒有什麼腹地給我們種菜 沒有種菜的時候 所以我們需要藻类的時候 我們就 冬天就來擋 來這邊 妳等一下 都刷 對 都刷 這要是 可是這個腹地是天然的嗎 天然的 對 哪有就有這個腹地 對 那時候就有長這個東西出來 對 一百多年前日本人來教我們 就是這樣子 這個時候就有長這個 你們就知道這個可以吃 可以吃 對啊 就是 琉球人教我們 沃琪沃 沃琪沃山 對 日本人來教我們看天象 看海流 來教我們怎麼找類 幾個人一組到外海 到最高 最遠的地方到平羅角 去採石化菜 這個是本地人 綠島就上面 都這個天氣嗎 當然是天氣 我說18度才可以採 18度 18度 20幾度都使用 等一下 你都不會看 還好啦 你看我穿這樣 你看我穿這樣 你說我穿這樣 對啊 你們都市人 我們都市人 脫掉 脫 不行 這個不能脫 因為它有規定 這不能脫 對啊 原來使用這些海藻的技法 是劉球人當時留下來的 早期的沃琪島 是劉球人最大的聚集地 沃琪島公園 為了保留當時的人文歷史 舉辦了貢島祭的活動 並且透過展覽體驗還有美食 讓更多人認識 沃琪島從前跟琉球文化的淵源 好 這怎麼採 就這樣抓 就不會破壞生態 這樣抓 不要那個 它下面還有 對啊 可是你不要再下面 上面比較大 上面比較大的抓上面 下面的留著 讓它以後再長掉 對 那下面有沙 不要 就是我剛夾到了沙 沙就是那個不要 光芙力也算現實 平常我已經拿東西吃了 它馬上就拿去吃 它發現有沙就沒有 有沙 你有講我 我哪那麼笨 有沙我還吃 就是這樣抓 就不會破壞生態 沒有錢 這個 這個孤獨會生這麼大 這個一個多月 真的喔 好比說我現在把它抓起來 對不對 很像對不對 對 又再長出這樣的話 對 它會長 再一個月 再一個月差不多 然後又可以再來拔 對 夏天的時候呢 夏天沒有了 就是二十幾度太陽一照就死掉 現在是退草 漲草的時候也拔不到 喔 現在是退草 漲草又怎麼到那邊去喔 到這邊 都水 喔 是喔 這很壯觀耶 對啊 你看我們後面都漂亮 那個沙岩都漂亮 輕人怪事 真的很漂亮 你來這邊心情都好 對啊 對不對 你怎麼想都一個人來採 它沒有別人 有時候天氣好一點的話 很多人 很多人在採 喔 你是用這個在做什麼 這個就是青苔啊 水餃啊 你要它來做水餃 對啊 這可以做水餃 對啊 水餃好吃啊 你水餃不是高麗菜 韭菜啊 沒有 我們做海藻啊 所以你是用它來做韭菜 對 其實我們青苔也很多種 有一種比較細 細比較淡 它有什麼味道 那個就是用泡菜 泡菜你知道 就是我們洗一洗的 就是用醬油去醃的 這個醃的不好吃 這醃的不好吃 就細的比較好吃 但你是不是有沙 你也不太能夠用啊 不能用 我洗啊 我洗給你看 我可以洗喔 來看 洗一洗就洗掉了 就洗掉了 等一下 我洗看看好不好 好 你來洗一下 好 你的鞋不會透水 我都會透水 好 夠冰的 真的 好 好 不會沖就這樣 好 都拔鍋了 我們現在彎掉 彎了 回去都彎不起來 這樣有什麼感覺嗎 有什麼感覺 你有什麼感覺 還好就是手很動 對 還好 但是其實摸你摸不太出來 摸不出來嗎 因為我剛剛一直仔細看 也看不到有什麼沙 沙就沒有了啦 不要吃太多啦 不可能 一點點就好了 沙子 還是有沙的 還是有沙的 長虎苔是一種常見的 潮間帶上的綠藻類 就像男媽媽說的 長虎苔要在18度左右的低溫 才能夠存活 而且含點量非常的豐富 可以食用也可以藥用 但沒想到這麼不起眼的綠藻 卻是當地人眼中的寶 對 就它 剛剛看到的就是類似像它的 一片一片那是什麼 一片是絲純 絲純 這個是 這個是青苔 長虎苔 長子的長 那個水虎鑽的虎 長虎苔 這樣就可以吃了嗎 應該是煮得比較好一些 我們以前也有吃 我怕你們都市人吃的 大概不是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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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老師 真的嗎 菜味食食 對 而且我跟你說 這個 你把它煮的時候 放一點柴魚醬油 對 然後再切一些金針菇 把它拌一拌就能灌倒 人家常吃的 都吃那個糯米的那種煎 你用柴魚醬油跟金針菇 再放香菇 然後跟它拌在一起 稍微煮一下 低溫煮一下 然後厚殺之後 這個就可以拿來賣錢 對 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我們現在要做水餃 水餃就是我們這個肉 肉我們就要放青苔 叫做青苔水餃 青苔水餃 就代替高麗菜 這可以代替 高麗菜沒這個好嗎 沒有 當然這個比較不容易取得 少見 對 對 有特殊 要18度才的豆 可是你做成餃子 它的青苔味道很明顯嗎 很明顯 我今天是用豆腐乳去烤它 豆腐乳 對 三個豆腐乳 豆腐乳跟它 對 跟它 對 等一下你做好了你試試看 什麼人幫你教 一個山東老兵 他講本來是我們 你等我一下 好 你同鄉 我叫豬人 山東 沒有 你就是山東人我不管 不是 因為他說山東 中國大陸只有山東才有 青苔 不是青苔 他說 藻類可以 青苔 他說藻類可以做水餃 那時候我很好奇 我們滿地都是青苔 我就去研究好幾年 本來這樣做出來很難吃 後來我問了我們社區有一個 叫做米花 米花就是 米花 米花是人民叫米花 對 米花 後來他跟我講說用豆腐乳 除了豆腐乳以外 還加入了冰糖鹽巴醬油膏 以及香油調味 再和處理過程的長虎 台湾豬腳肉一起下去攪拌 每一顆都是藍媽媽親手包的 趕快來嚐一下 這些充滿基隆味的餃子吧 好 好 餃子 好了 吃吃看 剛剛現包的 對 很重 當然進去的時候肉就已經很甜了 應該冰有加冰糖 可是它咬到第三口左右 它那個 長虎它的味道就出來了 這個藻類的味道 好特殊的味道 因為 本地人我剛剛開的時候 人家都說 為什麼這些還不到 因為那個長虎台冰過的 它有海洋味道很濃 就是用那個三顆的豆乳去破它 妳覺得為什麼最近還不倒 對啊 為什麼這樣講 那是當地人 因為當地人才知道 長虎台會有腥味 去餐廳那裡吃得吃 對 對不對 但說真的 妳吃的時候 那個豆腐乳感沒有那麼明顯 沒有 沒有那麼明顯 但反而是長虎台很明顯 對 你吃起來就沒有海洋味道很濃 對不對 它沒有那種海洋那種 臭手瓶臭手瓶的 就是那三顆的豆乳乳 你看那湯三點 也不能多 也不能少 小兵力大功 對 它現在不是只有餃子 這個包子 不是藍媽媽做的 隔壁的隔壁做的 對 他們怎麼要做餃子的包子 因為藍媽媽做了快二十年了 也是覺得說 一鄉一特色 你來河濱島要看什麼 要聽什麼故事 要吃什麼在地的 那我們在地的藻類這麼多 我們希望說年輕人回鄉 就更多的 不是只有藍媽媽的水餃 其實我們想的是更多的人 來參與這個藻類 更多野化的產品 對 好吃的 也不錯 真的不錯 可以嗎 人家這樣做就可以了 對 對 牠的皮很Q 牠都手工的 牠現在有在賣是包子 其他的包子很多種 就是藻類現在在開花藻類 妳覺得怎麼樣 還滿香的 那個味道 那個海藻的味道跟包子也很合 其實藍媽媽包餃子 最主要的用意 是要讓大家可以更認識 河濱島上的文化 這種就是一種要出海的氛圍 是不是 沒錯 你怎麼劈頭散髮 海風 我們來這個地方 其實這樣的活動 之前我在越南 在泰國 在澎湖都有做過 這一次是在台灣 在 這邊是什麼地方 基隆 基隆哪邊 八斗子 八斗子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要去夜釣 這時候沒有錯的話 船長應該會出現 這時候船長應該會出現 這時候船長應該會出現 對 叫三聲 代表它很重要 船長 我們就要上去 我知道我們遲到 我們盡快 救生會給我們 對不對 我們就上去 船就出去 然後 掉下去 吃就吃這樣 是不是 是的 一定會掉刀 盡量 為什麼你卡住 盡人士 聽天命 對 我現在從來不聽天命 先跟你講一個 我在這個節目裡面 上個節目跟上個節目 我一個錯話叫做貢孤王 好 我看 年金讓你破蛋 破蛋是不是 對 看會不會有機會讓你破蛋 這是第四個人跟我這樣講過 他們都是 趁信而去 敗信而歸 好不好 來 好 把他穿上去 好 我在台灣第一次的夜釣 我看就獻給基隆吧 科長說 到基隆一定要參加的活動 就是夜釣小捲 既然小老闆說 要讓我擺脫 釣魚貢孤王這個稱號 我是沒太多信心 到釣小捲的釣點 傳承大概40分鐘 這中間小老闆說要帶我和科長 到橡皮岩去那邊看夕陽 說真的 台灣的海岸線真的很美 看著看著 肚腸餓了 有筷子就代表什麼 有東西可以吃 在船上 來了 這一次 蛋 你是船上做的 對 船上做的 你在板斗嗎 對 船上就是吃這個 沒錯 真的嗎 科長 船上都吃這個嗎 還是我們來吃這個 沒有 他們船上都吃 我們船上都吃這個 還有 對 還有一道 我不知道現在 坐船這麼浮誇 在哪 水蜜桃 水蜜桃炒透抽 你們有廚師在這邊嗎 對 我教他們做 他們就照這個 所以這邊有廚房 有 後面我們就有廚房 可以做菜給客人吃 你要一口水蜜桃 一口配透抽 我來這邊 我來這邊釣這個小捲 或是釣魚 是 我是怎樣 你就有東西可以吃 還是我要跟你點 我們 不管你有沒有釣到 我們都有著吃 有著吃就好 那就不用特別再釣了 待會吃完就可以回去 我們釣起來 可以限釣現煮比較新鮮 這是算燒烤 算食蔬小捲燒烤 對 小捲配食蔬這樣子 黑胡椒醬哦 好吃 它們這個好吃 好吃嗎 但船上有燒烤嗎 有 我們它有燒烤爐 它很辣比較新 客廈你吃吃看這個好吃 吃看看 你吃辣嗎 好吃 加一點點 好 好 這個就吃下去的感覺 就是類似像開空酒 開空酒一樣 吃了你就有這個釣 好不好 台灣發展夜釣小捲的文化 是因為小捲有趨光性 只要晚上打燈 就會吸引小捲前來 漸漸的成為基隆這裡的 一個特色活動 吃了小老闆的漁夫料理 有了地氣後 是該上工了 終於到了我 第一次在台灣本島 夜釣的第一竿 小老闆究竟可不可以讓我 擺脫貢富王的稱號呢 好 現在開始準備要來釣了 你現在看到這個釣竿 不是這個時候用的 因為這個地方是一個螢光棒 折了都是晚上用的 我們現在用的是這個 這是假的魚 這個假的跟真的混在一起 假的耳跟真的混在一起 這叫魚皮溝 魚皮溝 對 也叫串溝 它有六連溝 有沒有看到 六連溝 對 那這很厲害 像這個天還沒暗 我們可以釣成底底部的魚 你現在釣的這個是真的耳 對 這個是小捲肉 我們會勾小捲肉 好 這樣勾好了 對 這樣勾好了 OK 先把它幽幽的往外面放 對 然後叫什麼 等一下 慢慢放下去 小心 OK 好 好 OK 放下來 好 OK 然後呢 那個左手拿竿子 高速度夾住 高速度夾住 這樣釣是最輕鬆的方式 好 不要這樣拿 這樣拿很容易釣下去 好 OK 然後因為白天有魚在底部 好 白什麼魚 天還沒按下來 白天的魚在底部 都在底部 然後所以 我們就把這個竿子放到最底部 對 這邊有個按鈕直接按下去 對 它就開始往下釣了 下到不能再下為止 好 下到突然停了 很深耶 對 很深 下到不能再下為止就可以了 它就停了 對 突然速度變慢了 就已經撞到地了 白天的魚底部的話 可能會有 拌魚 盤子魚 就是底木魚 還有或者是底木魚 或者是可能會有一些 底漆魚 底漆的魚種 對 高烏縮什麼的也有可能 反正我們就先把它放到底部去 還沒好 還沒好 這很深耶 然後看有沒有中魚 我們直接看甘頭的地方 如果甘頭跟著海浪在飄 那時候還不算再中魚 如果真正的中魚 甘頭會快速抖動 左右還是上下 上下 上下會快速小抖動 好 如果現在就沒有 那我就是等待 但是我之前有聽人家講說 就沒事你這樣閒的閒的 不用理他 有的時候你可以稍微 揚甘一下 看有沒有中魚 好 揚甘一下看有沒有快速抖動 沒有的話也可以放下來 好 就等就對了 就等就對了 對 就這樣很簡單 好 這樣拿著 好 來 仔細看甘頭前面 好 如果快速抖動就是了 現在還沒 抖一下 有一點點在吃了 還沒 還沒 有 來 揚甘 還有在抖嗎 再揚甘一點 有嗎 好像沒有 沒有 好 太小隻了 來 再下去 有 剛剛有咬 對 有 還有 準備要打破你貢固的紀錄了 沒有 好 再往下一點 嘿 好 仔細看甘頭 剛剛有小抖動 有有有 表示有比較小的一隻 拖一下 竟然拖一下 來 仔細看甘頭 有 有在吃 有 有 這是在吃 有沒有 有 有 再揚 有 好 捲 捲一下 中了 真的喔 好像中了 來試試看 應該是小隻的 好嗎 好 要捲很久 該不會 沾姆是 從此就 開湖了 應該是小隻的 沒有很大 我會不會捲到明天早上還沒起來 它有時候捲的過程中 會小掙扎一下 有時候不會掙扎 因為魚太小了 這就是詹姆是人生第一尾 沒有啦 我有釣過 只是拍的時候沒釣到 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應該今天這次來攝影師 你知道 人比比較好 這個沒有耐心的話 要捲 要有耐心 對 對 大概要捲多久 快了 應該快了 你已經捲一半了 真的喔 才一半 有 中了 來 拉起來 來 拉起來 黑猴 黑猴 中黑猴 黑猴不錯 詹姆斯中黑猴 中黑猴 真的中了 黑猴 黑猴好吃 對 黑猴好吃 等一下交給你了 黑猴好吃 黑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因為 我跟這 我拍一張 來 拍一張是不是 來 我是客人 我客人就是旅行團隊 對啊 好 OK 我說小老闆 我擺脫貢猴的稱號 你好像比我還開心 夜釣就是這麼好玩 每次下竿都會期待 釣到哪種魚 但我終於擺脫了貢猴 終於釣到魚 就是有一種爽快感 只是一隻黑猴好像不夠吃 不好意思 釣到黑猴 我很愛吃黑猴 黑猴很好吃 雞翹幾尾了 原來 也沒有那麼難 對 但是以前我們也是都貢猴 對 我終於破除你的拍攝貢猴的紀錄了 真的 看 有中 好 有中 來 捲獎 黑猴再一次 太好了 黑猴 我們吃黑猴 不要 你要確定是不是黑猴 不要先預告 你剛才有洋竿起來有在抖 有 那這樣就確定中了 OK 哪裡有中魚 但我該不會釣到一隻黑猴 就停止了吧 我說釣魚就是這樣子 釣中第一隻魚後 等很久都沒有第二隻的時候 先前的快感就會慢慢不見 而且 接下來以為中魚 捲起來卻沒有 搞得我現在 手超痠 今天該不會整團 九個人就吃一隻黑猴吧 還是我們釣點別的 不要再丟了 小姐 中魚了 厲害 恭喜 後面都中白帶魚 我們釣過一點 我們中黑猴 白帶魚 厲害 白帶魚比較好釣 為什麼它白帶魚有一個夾子夾 這樣比較好夾 來 鵝瓜 這個 捷魚比較好夾 你們好像猴有種 後面也種了 後面猴可也種了 白帶魚 白帶 白帶 對 你不是說白帶魚是晚上 對 現在有夜天 夜天我們也用摺的 螢光棒 為什麼這個可以 為什麼這個可以釣得到 這個底下有夜光珠 第一個講話的時候 有 大魚 怎麼就沒有 不要 我示範白帶魚 我一直沒有釣到魚 小老闆怕大家等一下不夠吃 決定釣白帶魚給大家加菜 等待的同時 介紹如何釣白帶魚 白帶魚盛產期是6到10月 通常是天黑 1到2個小時是最好釣 因為牠們喜歡弱光 所以天轉黑時 會由自表層蜜蜜食 用秋刀魚切片做耳 放螢光棒吸引白帶魚吃耳 仔細看螢光棒 有在移動就知道中魚了 白帶魚習慣等獵物上門 再一口突襲咬住 所以釣的時候可以動一下魚兒 引誘一下白帶魚上鉤 我本來 白帶魚 這個一邊是幫忙釣黑猴 就是我是這條船第一個釣到的 我覺得我就應該會豐收 結果我釣完之後 現在開始整船的人都在說 釣到 釣到 就只有我沒有釣到 來 再去 再試 黑猴再釣個兩隻好了好不好 這隻來個兩隻黑猴好不好 等一下這個幫忙釣 要先幫忙釣一下黑猴貴的 貴的要多釣幾隻 是 有 黑猴 來 拉進來 真的又有黑猴 太好了 不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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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拉 等一下 往事 都要跑掉了嗎 跑掉了 剛剛那個黃金應該很不錯吧 同學這樣 掉了啦 黑猴 爬到哪一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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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拿去預備 跑掉了 跑掉了 沒關係 再接再立 沒有 再接LICE 我覺得 小郭這高尼了 我們先 要不要丟啊 不祥的玉爪 他用死了 沒有 即時拿進來 釣到魚要即時趕快拿進 拿進甲板 它有時候勾不穩就釣了 這樣子 好可惜 黑猴貴的 沒有 還在咬 等一下可以再下竿 好 可以再試 我就在下 在下 好 好 那很幸福 沒有啦 因為它是海水魚啊 然後你用淡水的話 肉會因為你的淡水會 肉池會跑掉 對 好 現在已經把魚處理好了 我從背部把它拉開之後 然後用把它呈現比較扁平的狀態 這樣的話烤比較容易熟 那其實這個如果是在家裡面 你要做類似像一葉乾的話 就有點像這樣 可是它需要泡在水裡面 一定要長的時間 兩邊我都抹了鹽 尤其皮的部分 好 然後你這樣放進去 你就可以把它蓋起來 好 就不用理它 慢慢讓它去弄 好 我們這邊簡單做一個醬汁 那待魚好的時候 我們把它放進去泡一下 再回去烤 一下就好了 那你把它放進來 長在這邊 這大概是我們這樣算 上面這個杯 算一杯的比例來說的話 好 一杯 然後兩杯的味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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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杯的味醂 好 兩杯的味醂 然後醬油 一杯 兩杯 醬油不夠 太好了 補一個柴魚醬油來 對 三杯 再補 一杯的柴魚 差不多啦 就這樣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做一個醬汁 那一般你在家裡面要燒烤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當成是一個基本的醬汁 它其實這樣就很有日本味道了 這樣 這樣子切開來 它的烤的速度會比較快 因為它變得比較薄 所以你可以在旁邊這個地方已經有點熟了 但是不要急 你在烤魚的時候不要急 因為一旦烤太急的話 你拿一台就碎掉了 200度上去 有沒有 它顏色又不一樣了 利用船上現有的廚房工具做一道烤魚 說真的 這個船上有烤箱我還挺意外的 當魚烤到大概八分熟 將剛剛做好的醬汁塗上 烤到熟後 起鍋就可以擺盤了 看看 它就會暈船 好 先這樣吧 這次不能說是不是水準表現 但是真的快暈船了 讓一下 老實說我真的很少暈船 但是低頭做菜 這讓我有點暈 今天的料理 用黑猴做日式烤魚沙拉 剛剛做完菜 我想我該休息一下 這個本來應該是熱熱的 醬汁淋上去 然後熱熱涼涼涼涼涼 現在已經變冷潭了 好不好 但是應該還是很好吃 黑猴肉質真的不錯 細膩 很細膩 有沒有吃到黑猴 真的是很開心的一件事情 常常會釣到黑猴嗎 有細節性的 細節性 剛好最近黑猴有滿多的 真的 我們像剛剛這樣釣 我們也沒有釣得很盡力 最厲害釣過幾隻 一個人可以釣二三十隻 只要咬的話 就二三十隻應該是沒問題 真的 所以剛剛算有咬 算很有咬 而且你才釣沒多久時間 你可能才釣半小時而已 我們垂直嘛 對不對 沒有貢固 才可以吃到這個 雖然冷了 但還是最好吃 雖然暈船 但我們挑戰成功 好不好 我真的 我出來一起出了這麼多湯 大家應該沒有聽說 我回暈船這件事情 我真的是 這一次有點太丟臉了 所以我決定 不會是第一次吧 我決定 好不好 早時間我們再來挑戰一次 好 好 我等你 今天一整天 從做了風船船 上去出來那一天 要不要 那一刻 我一上船 我把風船船這個 我傳給我周邊的朋友看 每個人我說 他現在人在蘭嶼的 有人在澎湖的 還有人在台北的 每個人我說我人在哪裡 他們都下來 他說在哪裡 我說我在基隆 他說怎麼可能 每個人都說不可能 那個風船出去之後 整個那個浪 跟周邊的環境 你就可以感受到基隆的魅力 下了船之後 碰到了科長 我必須說這個科長 我第一次遇到長官 這麼和哀可卿 然後有帶我們去吃了很多 很特別的東西 肚子餓了嗎 記得按一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持續鎖定 在我們吃的速度料理 吃飯囉